切内线打酥皮 高雄市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 中秋节前夕推出姜黄酥糕点 除了为协会基金增加裁员 也希望为当地姜黄农 开拓新的销售管道 武林浦很多村民都有种姜黄 那我们二层这边也有一些村民 也有种姜黄 我想说可以透过做甜点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姜黄能够 有更多的销售的管道 所以我们就想说 原来研发一个姜黄类的甜点 糕点 那因应这次的节庆这样 因为自己姜黄很流行 那就自己就找一些空地 社区里面一些空地 种一些原本想要自己种来吃的 那现在就很大量的 现在我们云乡那边 种了非常多的姜黄 姜黄酥制作过程虽然不复杂 但学员们面对每个流程都很严谨 从备料开始就很注意每一个细节 要注意这个无盐奶油 有没有让它完全融化 融解 它才可以拌得均匀 拌得均匀 你如果无盐奶油没有 让它软化的话 拌起来皮就不好吃了 它这次的外皮其实吃起来 还蛮酥的口感其实还不错 然后有点酥软 然后里面的内馅的话 是有点微酸又微甜的味道在里面 对所以这两个吃起来 其实我不知道外面吃怎么样 是就我们自己吃起来 是会有那种小林的记忆在 海前村子的记忆在里面这样 热光小林姜黄酥吃起来清甜不腻 从酥皮到内馅都吃得到小林特产 还在犹豫选择中秋糕点的民众 不妨尝试小林族人 用心制作的姜黄酥 接下来吧 高雄山林采访不到